上一次的声音实验室我们讨论了撕裂音是怎么样子练成的 那这次换个口味讲抒情一点的东西 所以我这次要讲的是JJ林俊杰他独特的转音 那小时候啊我第一次听到他唱歌的时候 我想说这个人是天生嗓音这么特别吗 还是说他是创作能力特别强呢 一瞬间脑袋中都已经想出那么多个音符啊 怎么样转来转去转回来啊 那后来我发现其实他还是有他自己的一套公式在 那今天我就来教大家怎么样子去利用这一套公式 那首先我要拿来当作例子的歌曲呢 一样是经典的江南 好所以我当然要讲的就是那个 我的那个部分 当你听到一开始听到的时候 你可能会觉得 哦好多音哦完全不知道他在唱什么东西 对 那当遇到这种时候 我们其实是要想办法把歌曲的速度 在脑中不断的放慢放慢再放慢 等到慢到一个程度之后 你听到的音就会不一样 所以当这首歌被无限放慢的时候 它就会变成 所以这样听起来 有没有比较听得清楚 它的那个转音是转哪些音呢 如果我们用 dora me muscle 带进去的话 比较好带入的一个方式是 me for me re me 对吧 所以 为了解释 怎么样子 达到这样子的转音效果 我们必须先把它给还原 所以如果当这个 完全没有任何的转音的时候 旋律应该会是 圈圈圆圆圈圈圈 天天念念天天的我 深深看你的脸 对吧 只有一个我 一直线 完全没有任何的转音 好 那为了解释 我 是怎么样变成 我 我特别用笔记本画了一个图 就是这一张图 代表了转音的三个程度 首先是 然后最后会变成我们所熟悉的 听到的 在这个中间呢 其实 Grade 1跟Grade 3中间 还有一个二节Grade 2的部分 Grade 2的部分呢 它稍微比Grade 3要再简单一点 那我们先来分析 它最后的最终版本 到底是唱的哪些音 那可以看到我这边先往上 提了一个比较小的一个凸起 再往下 走一个比较大的凸起 这代表说 先往上一个半音 回来 然后往下一个全音 再回来原本的音告 于是 带进去 加快 没错嘛 所以 从这个变成这个 那 中间的这个二节怎么唱呢 可以看到 它有上面这个半音往上的部分 但是没有后面那个全音往下的部分 所以唱起来应该是 那这个转法呢 是常常JJ他在 即兴演唱的时候会出现的 所以 如果再用这一句用 第二节的唱法的话呢 应该会变成 圈圈圆圆圆圈圈圈 天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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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我 深深开你的脸 一点点小转 但是没有像原本那么复杂 那 分析完这个部分之后 我要讲的是 其实这个组成 并不是只是让你 慢慢的架构出这个 的一个过程而已 它其实可以用在不同的段落 用来 用这个复杂性的差异 去带出段落的差别 带出情绪上面的 高低槽 好 比方说 如果拿JJ的另外一首歌 西界来讲的话 来举例嘛 那 可能我们平常一般的副歌 有一点点激昂 但是不是最高潮的地方 我们用中间这个 二界 最高潮最高峰的 最后一段副歌 我们用三界 然后它最后还留了一句 配乐都慢慢退掉 然后很轻柔的唱 我们用一节 来试试看 所以一般的副歌呢 在黑夜的边缘 给我一丝光线 让你能多看我一眼 有一点转音感觉的二节 那等到最后一段 在黑夜的边缘 给我一丝光线 让你能多看我一眼 横转 三界 最后一句 repeat 轻柔的 让我们回到一节 在黑夜的边缘 给我一丝光线 让你能多看我一眼 就会有一种诚恳的感觉 又出来了 好 那 最后的最后 我们来试试看 那如果用林俊杰的这个唱法 来唱别人的歌的话 还能不能够保有这种追追的味道 我要来试的歌曲就是 李胜杰的《刺心绝对》 那我们直接从副歌的后半段开始唱 明知道有你离开他的世界 不可能会 我还傻傻等到奇迹出现的那一天 直到那一天 你会发现 真正爱你的人如此守着 伤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观看